判决薛熙为主犯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研究为重犯 判处无期徒刑 目前这两个被告人 被关押在看处所 两人均否认自己有杀人的行为 申请上诉 并互相指认对方为凶手 这两个福庆人员 当时我的第一感受就是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没有理清 而且有特别多的疑点跟谜团在里面缠绕 申诉的请求 我这里要告诉大家 第一 学习 要求无罪 要求无罪 我没有杀人 要求申诉二审改判 无罪 研究上诉了 说不是我杀的 判我无期我冤 我要再把刑剪下来 做罪亲辩护 那这又带来了 我们下面分组的时候 就要分一组 是对判处死缓的煮犯 做无罪辩护 这个一组要为研究做罪亲辩护 第一直觉那就是 剪罪的那个人就是胸臭 真的 第一直觉 我选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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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好 两位 还有五位的选择 我就跟你问 好 那我们杀 那我们杀吧 那我们试个吧 可以啊 好不好 可以 那你们就算这一块人吧 可以啊 就换坊间吧 好 这样就不用换坊间对吧